今天小阮回来了啊 然后我叔叔家种的桃树呢 带他过来栽桃子 小阮见过桃树没有 没有 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啊 今天带他来这个农村实践课 来吧 带你认识认识 这个村里面都种的什么庄家 什么这些果树啊 来栽一个桃子 这是水蜜桃啊 现在成熟了 这个挺大的来 哇 看见没有 这么大呢 都是毛 看看看看还有没有 这前两天已经摘过了 哇 这边真多呢 你看 这么多呢 看那熟透了 已经掉到地上了 可能南方没有桃树 是吧 北方才有桃树呢 然后 这边是我叔叔家种的枣树啊 没有我家的大 这下面是葱 再往那边走 这玉米 看玉米已经快能吃了 种了一行玉米 然后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快看 扭过来 像那个国外什么 那个风滚草 是吧 这不是风滚草 这是绍把 那个等它成熟了以后啊 就是绍煮 然后村里头扫院子啊 扫大街 就可以用这个扫 然后看看这里还种了啥的 我看 这里还种了一个红 看这个辣椒 这么多呢啊 这辣椒都这么红了 这个辣椒肯定特别辣 看起来挺辣的 嗯 比咱家 比咱家的那个辣 这个不是朝天椒吧 朝天椒就很辣 这是朝天长的这个椒 朝天椒 嗯 哇 然后 看这边还长到葡萄呢 葡萄 看在城里面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菜吧 这葡萄都套了袋了 你看 套的袋子呢 嗯 这里这里有这个 这是阳光玫瑰吧 这葡萄 你看 葡萄还挺多的 哇塞 你看人家这个葱这么大呢 这么大的葱 跟你的隔膜一样长 你看 对比一下 觉得比我隔膜还长 来来那边看看那个葡萄吧 嗯 这里的葡萄多 你看都套到袋子里头去了 为啥要套袋呢 因为这个葡萄它比较焦嫩 焦嫩 对 套上就是 套上就是它因为怕它被阳光 或者是怕鸟 我就吃它 所以它得套个袋 哦 你怎么知道这些知识的 你又不在村里头长大的 你看这么多的套袋的 然后这个是什么 快蹲下 看一看 这个就是内蒙 蹲下来 还不到你 那个什么 这个 这个 这酒花 酒菜花 对酒花 这个可以 呃 种成酱 然后蘸酱吃 这个是韭菜 这是韭菜吗 韭菜有什么特点 韭菜就可以割 对 割了又长 长了又割 然后可以来回好几次 所以叫做割韭菜 然后这边也是啊 你看人家这虫这么大的 看这旁边还长了一长六的这个 这个你知道是啥吗 这个是红薯啊 红薯在这地底下呢 到时候要把它挖起来 嗯 这长的可多呢 这地底下都看不到 一挖一麻袋 红薯哪里去挖 红薯滴滴去挖 一挖一挖袋 知道吗 说啥一样 这是日本话 你不懂 今天来村里头是不是大开眼界了 这是什么 这是香菜呀 这是香菜 然后这边是土豆 你看见没 这个是土豆英文怎么说 嗯 Tomato 红薯的英文是potato 所以 对对对 这里一边是potato 一边是tomato 哇真是让你大开眼界呀 在你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啊 来田间地头 这个实地考察 很不错吧 但你来我们小时候玩的地方 看一看啊 看后面这个沟里面 就是一片庄稼地啊 然后我们小时候放了架 就来这个沟里面去玩呢 以前这里面是有一条 小西水的啊 那个河里面还可以有很多蝌蚪啊 有什么鱼啊 青蛙啥的 然后我们放暑假就在这沟里面玩 可快乐呢 现在你们村里的小孩都感觉不到这种快乐 好高 对这是一片的那个地了吗 看着害怕 远处还有那个高速公路呢 都通过来了 我都可以看到 你也听到声音 以前这个地方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天堂 哇 你看这里 你看这都是野生的少主 这都是野生的 你看 你看那个边上 那悬崖边上都很多野生的 天堅地头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游乐场这里 太牛了 看二老爷给拿了这么多的桃回来啊 回来吃 小展我们盖好这个门 你还没回来的吧 第一次见吧 看看姥姥给你做了啥饭了 这桃子能不能提动 特别重 今天我妈做的是这个切面 给小展准备的这个面 然后放点菠菜进去 三西就是吃面嘛 这又是另一种面 三七包面 我姐和我妈吃这个面条 我和小展吃鸡腿 哈哈 特意买的这个大鸡腿啊 买了六个 一人三个 够咱俩吃吧 小展 小展爱吃鸡腿 老人爱吃这个面 嗯 太香了 还有这个好几个菜的